警大校長陳哲文在先前被爆料 上個月和涉及洗錢案的林秉文參緒 也引爆了一連串的檢警禁出私人招待所風波 而令政府經過了查證 認定他在事發前後都沒有報備 依規定計少過一支 而警大也發布了聲明 說他因為個人的生涯規劃 將會申請提早退收 陳哲文事發後 是一切聲稱說是前往勤修 並沒有涉及不法 而內政部召開了考級委員會 考量陳哲文長期從事刑事工作 對於特定對象的身份 應該具有高度的敏感度 而且也沒有報備 因此以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 接觸交往規定予以繼過處分 在懲處結果公布之後 中央警察大學發布了聲明 說他因為個人的生涯規劃 將申請提早退收 而少少行政院也已經同意 並則由內政部來辦理後續事宜